12月25号礼拜六 纽约时间 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大家都在说 圣诞节快乐 顺便说新年快乐 很快到了 这几张照片是在我们 布鲁克林有钱园区拍的了 以谢这些是在一个墨西哥朋友街 拍的 因为整个晚上我几乎都听不懂 他们在讲什么 所以不太懂整个故事 当然是充满了宗教遗色 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来看见老 顺便拿点糖果 当然糖果是分给小朋友的 但是也有人会给我 然后吃一些我平常没有吃的 不过这个我忘记的叫什么 但是在我的波多利哥朋友街 也是曾经吃过的东西 因为以前我很多时间跟西班牙人一起 今天呢没有雪雪 而且已经下完雨了 现在中午天气都很好 太阳都出来了 节日最开心的是上班 上班工资高一点 今天 这一段就跟大家分享到 大概是在这里 然后呢 我准备出门了 刚刚吃过午餐 谢谢你们观看 八大道街道上 突然看到一种 我没见过的海鲜 我见的没见过 不知道好不好吃 这个阿姨看到我端在那里拍照片 她又过来捞一个看看是什么 她说她也不知道 这个怎么吃怎么煮的东西 然后看到这些鱼啊 感觉很那个不想要 你个女儿这么高了 上班 老哥 啊你呀 好久没见了 从早话店出来碰到一个邻居 以前的 这些零食挺好吃哦 以前有吃过这个饼干 还买了一些来自台湾的零食 其实挺多的 在这边可以买到 我从八大道走到七大道 大概是六十八街左右 又一间商业大楼成功建好了 这一段路七大道八大道 六十街再五十多街 都有已经很多的城市 我当然是怀念以前的建筑 多看几眼 我们生活中都难免碰到朋友借钱 你怎么看 不管你 我问我的朋友说 你不要跟我说 你有多少钱 你口袋里面有多少钱 你自己保险下里面 或者你中国的银行里面有多少钱 这就是你的钱 你这个钱在你老婆或者在你丈夫那个银行里面 他不是你的钱 都不是你的钱 或者你借给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孩子 都不是你的钱 因为你钱借出去的就不是你的钱 拿回来的经验低啊 在你手上去就你的钱 借出去的钱比较你的钱啊 反而你借钱借出去的反而变成筹券 好多钱啊 原来是没有办法 不能 因为借钱的呢 一般都是很浅成借 是吧 有钱还是要借钱的 谢谢聆听